鹿谷已产茶闻名 为了让地方学子认识茶产业文化 鹿谷乡农会四建会和鹿谷国小合作开办课程 邀请生活茶会的茶艺师 到校指导学子学习茶艺 并培养礼仪与态度帮助成长 期许孩子们透过课程的学习 日后也能为茶产业的推广尽一份心力 为了让地方学子认识茶产业 鹿谷乡农会也与鹿谷国小合作 邀请到生活茶会茶艺师到校 指导学子学习茶艺 希望切齿将鹿谷乡丰富的茶文化 传承给下一代 我们办理茶艺作业组 就是为了让小朋友可以接地气 学习到家乡的茶产业的文化 然后学习茶艺之后 长大之后就可以分享茶艺跟茶文化 给他们认识的朋友还有亲友 然后也因为学习到茶艺之后 可以影响他们的利益 然后还有仪态 就是从内而外的影响到小朋友 我们今天最主要是教小朋友 如何来冲泡一壶好喝的冻顶乌龙茶 温润泡的时间大约是五秒钟左右 我们的乌龙茶是属于求醒的 那我们必须要藉由醒茶这个动作 先帮我们的茶叶做稍稍的舒展 以利我们的茶叶在地泡茶可以冲出一道迷人的茶汤 孩子们在老师的指导之下 认识到如何使用茶具 以及如何冲泡出一壶好茶 除了加深他们对茶产业的认识 也提起他们考取茶艺师资格的想法 因为茶叶是代表陆古香的一个产品 所以陆古香的每个人都蛮喜欢泡茶的 我上完这个课以后 对泡茶越来越有兴趣 在家里原本就会 但是来上课就觉得在家里泡的感觉差很多 我今天学到了如何的泡茶 因为我和我家人都是很爱喝茶的 所以我想要泡茶给他们喝 反正所以我希望可以多学一点这种课 我学到了如何泡茶 然后还有泡茶的动作 就是我以后学得好的话 我也想考茶叶的那个茶叶式 经由课程学习茶艺之后 孩子们的礼仪以及态度都有所增进 并受邀到许多活动担任小小茶艺师工作 透过这样的磨练也使他们信心增长 进而对于课业增添许多注意 我们小朋友在这样一个课程的寻导之下 其实学生更能够培养他们一个动静皆宜的生活态度 也因为有这样一个技能 所以平常在我们社区的一个活动 甚至是南投县的县内的一些大型活动 都可以看到我们小朋友去担任小茶室的生意 在这一些活动之中 小朋友又得到的一个成就感 跟外界的肯定的一个这样一个鼓励 所以小朋友会越学越好 农会也期许孩子们透过课程的学习 能够对家乡茶产业更加了解 日后也能为茶产业推广尽一份心力 据者乡心服务 录股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感谢观看